左侧青龙跃动而起 拨幻而下 双层环户止于明堂之前 右侧白虎安详俯卧平山行而拨幻弱 这个地方不简单 走兄弟们 我们进山 向前行走没多远 在棉牛之地的腹部果然找到了一座古墓 前面居然还有两根桅杆 一个斗说明是举人 两个斗则是进食 在桅杆后面便是一座庭院 其上雕刻非常花哨 所以本地人称为花坟 这里呢 有一些凹槽 上面也有凹槽 这个地方绝对不简单 原来这个地方是有称子的 这里便是位于平昌县的李应原墓 这座墓在当地非常出名 一是保存相对完好 二是文字信息好试读 接下来我们研究下这座古墓形制 最外面是门楼一座 顶子是清朝规格最高的五殿顶 主楼花鸡眷客 熬鱼献寿 大字板 堵石辉光 后面有准确纪年 道光六年 也就是1826年 快200年了 两侧天官刺服 刺肩斗拱 则是典型的如意斗拱 这种斗拱在木结构中 只有装饰作用 并没有承重意义 八字墙右侧是书房场景 一男子精读书籍 两侧迎联 自水中灵眼庆远 金山玉秀发香多 左侧雕刻捆房场景 一女子举镜书装 院墙外侧则是官画图 旁边还有一个举灯童子 另一侧则是老妇手持芭蕉扇坐于床上 前面是年轻妇人怀抱小孩 旁边年轻男子坐在胶椅上 手持仙桃逗小孩 院子里面有自库塔两座 这是烧纸用的 相当于焚磨炉 根据附近大爷说 最上面原来有酸泥两只 不过被人偷走了 并且他在附近住期间 还有人过来试图盗绝 不过被发现后就跑掉了 我们的正面又是一座拍楼 属于四柱三门五楼不出头市 其上蝉织花纹匾中有庚山假象 说明这座墓坐东北向西南 上面横额雕刻西帆连绕蝉织 下面则是乐舞图 大字板 碧右云震 旁边也有道光六年的字样 下面则是诸寿图 中间坐在陆背上的便是寿星 左侧边上是麻骨图 手持浮沉 身后丝丝婆娑 右侧是刘海细金蝉 雕刻的相当精湛 背面血石万年 俄仿雕刻很多人物 有教导图 败叶图 以及乐舞图 栩栩如生 花扁中间则是写的文星高照 第二进院落主要是各种碑文 以及墓主夫妇的相刊 或者叫王堂 这边比较清晰的是墓主人李应元的亲身序 最后国祥字样 说明他肯定当过官 但可能不是大官 这边有对联 五龙环拱 三英纪 四子联芳 中孝成 说明墓主人有四个孩子 这边则是水秀山明生甲地 龙盘虎具 启人文 后壁则是整个古墓最精彩的地方 前面柱子上挂着仿木竖匾 其上有对联一副 人节地灵 照起文明运 五华天宝 红开 附有机 后面便是墓主人的塑像 中间是南主 两侧则是正旗和记旗 旁边有士童 你看南士童手里居然拿了个大烟枪 王堂两侧也有对联 来山黑马 光钱带 去脉红铜 玉后坤 咱们现在所处的就是黑马山 写的非常应景 二层中间刻有 应援 自连生 老大人 刘邓 老如人三位 其他时代看不清 我们可以知道这里葬的是李应援 以及刘氏和邓氏 整体第一进院落的边墙上 主要是体现行校和士校的二十四校图 既然有自库塔 就说明这个空间不仅是墓主人用 后代子孙也要用 第二进则明显只属于墓主人 因为全是墓质 银帘 赞纹等悲客 李应援家族明莫清楚由胡广入川 当时无主的大片土地 便被他们家族占据 属于田产众多 银钱富裕之恩 再加上李应援是入川后家族出现最大的官 所以他有这么豪华的墓葬 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了兄弟们 我是任远行 这样我就准备下山了